195 《蘋果日報》 共產黨難助空殼化命運 傳媒人假傳 2015年7月14日論壇 A.19 假傳七一除了是港人上街增民主的日子 也是共產黨忘皮壞足的見黨節 但是今年七一一則消息傳來 可能讓共產黨不是很高興 去年共產黨新增黨員人數創近二十年最低 6月29日 由中共中央組織部製作的2014年中共黨內統計公布顯示 截至2014年底 共產黨黨員人數共有餘8779萬名 這個數字 是全港總人口的十幾倍 比全埃及的人口還要多 去年新發展的黨員為205萬名 較2013年減少了35萬人 降幅為14.6% 公布解釋稱 減少發展新黨員數量 是按照中央實行發展黨員總量調控的要求 適當控制黨員數量增長速度 提高發展黨員質量 保持黨員隊伍適到規模的結果 真相是這樣嗎? 以利益換取支持 自從8964之後 共產黨信用進失 為了挽回局面 於是開始用利益作為交換 吸引年輕人入黨 換言之 將年輕人變成利益集團一份子 來預防類似學運再次發生 入黨有三分 厭采 比如 你想做公務員 一將黨證可以幫助你在伺圖上 比沒有黨證的人更加順風順水 所以自1995年開始 入黨的人數有增無減 尤其是大學生成為新增黨員的主要組成部分, 仔細看公布會發現有趣的現象, 那就是雖然新增黨員人數總體下降, 但是大專及以上學歷的黨員比例較2013年級提高了1.4% 融入黨管著年輕人,十分有效, 共產黨建立了一套天羅地網的組織架構, 在大陸,沒有人能逃脫,公布指,共產黨在城市街道、 鄉鎮、社區、居委會、建制村、 機關單位的黨組織覆蓋率,全部超過99% 事業單位黨組織覆蓋率相比起來稍上一點, 但也達到92.7% 在公有制企業、國企、央企等方面, 黨組織的覆蓋率也高達91% 而非公有制企業、私企、外企等方面, 覆蓋率只有53.1% 最近一則鬧得沸沸揚揚的新聞, 是民營企業小米手機成立黨委, 不說不知,將是一些在國際上都非常有名的中國民營企業 例如華為手機、三一集團等等, 都早就設有黨組織,作為一家高端信息科技企業 小米公司掌握光 ,讓普通公民有效信息, 他們與共產黨合作,後果令人不寒而律 數年前,美國的Google公司就因為不願意與共產黨合作 而被屏蔽在防火牆之外,至今仍被徹底封殺 想要賺共產黨的錢,哪有哪規的疑,但拉開時間看 相信最終後悔的會是共產黨,因為他們雖然可以用黨組織把所有的企業都控制起來 這樣做卻完全違反互聯網創新的失控精神 例如把Google去諸國門外,現在極路的無人駕駛汽車就不能在大陸使用 中國又落後美國不知多少年,但公布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 還是今年被中央統戰工作會議點名為重點統戰隊長之一的新社會階層 去年被發展為黨員的人數,只有區區13000人,僅佔新發展黨員總數的0.63% 甚至新社會階層,主要是一些經營獨立生意的商人,以及自由職業者等等 按照官方的說法,目前中國的新社會階層起碼有1.5億以上人口 繳納全國稅收1.3以上,新社會階層入黨率低,起碼說明兩點 第一,只要能夠在經濟上獨立,所謂口袋躲腦,要乾就硬 這樣的人就不需要跟共產黨合作。第二,如今共產黨能夠收買的 也只剩下一些熔熔綠綠的無能之輩,分贓可疑,但想要他們 上入黨誓詞中所說,擁護黨的綱領,遵守黨的章情,履行黨員義務, 執行黨的決定,嚴守黨的紀律,保守黨的秘密,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 隨時準備為黨和人民犧牲一切,永不叛黨,簡直癡人說夢 共產黨不是現代政黨,無論在大陸還是香港,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正式註冊成為合法社團,所以,在香港他們無法正常落地,只能進行地下活動 香港人就算空有外黨之心,也沒辦法光明正帶入黨 共產黨更像是有神聖的宗教或幫派組織,領袖是他們的教主 黨將是他們的教義,他們的教義源之有源,不容置疑,共產黨可能長久地存在下去, 但是淪落為一個空殼,早就沒有任何理想可言,而相信徐同老 W 立經濟、獨立人格的新社會階層越來越多,共產黨未來連一些為利是圖的黨員 雖然可能也抓不住,假傳傳媒人。 因為因為這是你說的主题、其他外國體能是從於法文豪 請問,請問說說可憐,是有真正的的想法